台股虎年开红盘 今天开盘上涨了76.3点 加权指数来到17750点 接着持续往上冲 早盘最高能来到17869点 涨幅逼近200点 重回五日线 台积电今天开盘 跳空644元 上涨了8块钱 而分析师认为了 台股牛年封关收低 休市期间 每股四大指数齐扬 因此虎年迎接补涨行情 开红盘 至于是否会持续走红 还得继续观察美股的走势 虎年初期开工 台股开盘一片红通通 开盘上涨76.3点 加权指数来到17750点 早盘最高点 冲到17869点 涨幅逼近200点 台股大开红盘 重回五日线 全职股台积电 开盘跳空644点 上涨8元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开红盘 那当然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 我们在封关之前 已经跌得很深了 本来就应该会有 技术性的反弹 那第二个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我们农历年修市期间 美国股市呢 平均 四大指数 平均大概反弹的幅度 大概是超过了2% 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在反映 这个一个补涨的一个行情 牛年风关收低 休市期间美股四大指数起扬 让台股一开市就迎接补涨行情 货柜三雄 长荣 杨明涨2% 万海涨1% 航空双雄 华航和长荣 涨幅都超过4% 早盘表现强势 还是要看美国股市的走势 那升息的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台湾股市 继续走红 可能会有一些的压力 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呢 美国股市能够利空出境 能够展开一个波段反弹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台湾股市 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股市开红 银行也在开工这天 发放发财水 民众排队领取 沾沾财气 又在虎年的开头 招财纳福 应兴春 记者零先就换回财风 浩宇台北报报道